第611章 梁氏与家图 乔夫圣人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个暴力子 祈祷 气度何在 我岂能对这等小辈下手 若是我动手了 别人就可以来杀你了 然后老一辈们你杀我弟子 我杀你弟子 三下五除二 年轻一辈就死绝了 规矩不能破 哲华李与齐九一听到这话 都是长出了口气 看向被敲头的秦木 心中充满了爽快 活该挨揍 秦木揉了揉头上的包 点头道 也是 不过傅日罗便对我下手了 刚才那个赤熙也要对我们下手 所以我在傅日罗额头上砍了一斧子 他也并没有做得很过分 只是用神通想把你掳走 并未真的通下杀手 否则你活不到现在 乔夫圣人漫不经心道 我本来是打算让你干掉这两个小子 估计你现在也打不赢他们俩 所以我便放走了赤熙 赤熙做事不讲规矩 我为他写 他也没有喝饱喝够 他不敢来惹我 便会去喝这两个小子的血 哲华李与齐九一闻言 面色如土 秦牧笑道 圣师不用吓唬他们了 还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异形吧 乔夫圣人惊讶道 你刚才还要借我只手杀他们寄刀 为何现在又要让我送他们离开 赤熙是流亡者 背负重任 所以不择手段 肯定会来寻他们 喝他们的血 他们也必死无疑 借赤熙只手杀他们 既不违反我的规矩 也如了你的意 何乐而不为 秦牧正色道 我适才只是吓唬他们 说要寄刀 但我知道 圣师绝不会拿他们寄刀 圣师有圣师的气度 我作为仁皇 作为天圣教主 也有我的气度 齐兄 黎师兄 都是我的对手 并非是圣师的对手 我要杀他们 自然是由我亲自动手操刀 圣师借赤熙之手杀他们 有为我的道心 乔夫圣人露出欣赏之色 赞道 我说借赤熙之手杀他们 也是一个对你的小小考验 你若是硬了 我瞧不起你 好 我送他们回到罗浮天去 秦牧向哲华梨 齐九仪失礼 道 我便不送两位师兄了 我与两位虽然打斗厮杀 但也佩服两位师兄的本身 今日我不想借任何人之手杀你们 改日亲自操刀 送两位师兄上路 折华梨和齐九仪先后还礼 折华梨素然道 情凶气度 你杀我挚友 我必杀你 倘若你死在我的刀下 我会断刀 为你大哭一场 齐九仪想了想 将九口飞剑抛来 道 那面镜子不必还我 改日堂堂正正一绝 这次你赢了 我束手束脚 不敢取你性命 只想着定住你 下次对决 我必然不会留守 秦牧收剑 一口口飞剑叮叮叮叉插在剑丸中 抬手道 两位就此跌过 再见面时 请不要留情 不会 两人齐声道 侨夫圣人挥秀 无数符文翻飞 化作一道传颂神通 裹挟着两人化作一道流光 从这颗异形上冲天而起 秦牧抬头看去 流光在天外折向 远顿而去 不知道飞入星空何处 想来流光落地时 便会是罗浮天了 侨夫将小匣子抛过来 道 我们去看看 你大师兄还留下什么 秦牧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 生怕把匣子摔到地上 让里面的斩神悬刀跑出来 他刚刚抱吻匣子 突然周围无数符文飞舞 侨夫催动传颂神通 带着他一起消失 天圣教的传颂神通 便是从侨夫这里传出来的 侨夫虽然并非最强大的人 但却是才华绝代的人 他能够开创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神通道术 单纯从大玉天魔经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法术 便可以知道 其人在道法神通上的造诣 不过 成也是伯 败也是伯 他太博学 以至于树叶南京 在修为实力上并未达到极高的境界 等到秦牧脚踏实地 却见自己又回到了斩神台的那座神殿前 他逃了好久才逃到那里 然而回来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侨夫圣人走入殿内 秦牧也连忙跟过去 只见侨夫正在打量开山祖师留下的周天心斗杀阵 过了片刻 侨夫点头道 他留下的讯息 的确是35万年前 35万年前 发生了何事 秦牧指向墙上的壁画 道 圣诗 这里是35万年前的星图 侨夫圣人走上前来 打量星图 沉印一下 这是在大序南部的南海之中 观35万年前的星空 然后画出的星图 这幅星图 应该赤明时代的幸存者所画 用以将来按照星图指引 回归故乡 秦牧点头 弟子也是这个猜测 灭了赤明时代的人 应该便是现在这个天庭 我觉得 大师兄是在不断追溯 寻找从前的历史 寻找这个天庭的真相 所以才会给我们留下这些线索 他想要立功成圣 侨夫摇头道 但是他不知道 自己在做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他越是接近真相 便越是危险 把自己陷入险地 太不治了 还怎么做圣人 他越说越怒 不由地加重语气 虽说他看起来 对弟子漠不关心 但是实际上关心 是隐藏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之中 只是很少说出来罢了 你说他还有一些地理图 这些地理图何在 侨夫问道 秦牧翻找涛贴带 从里面取出一些图纸 道 大师兄展现的地理图极为复杂 我唯恐忘记 所以后来画了下来 这幅图是大须的地理图 上面标记的地方 是青荒老人所在农村 而这一幅图便是这颗一星 这里标记的便是斩神台 侨夫看了看两幅地理图 然后把其他地理图铺开 一一查看 过了片刻 他的面色越来越凝重 混账 混账 为何要去这些危险之地 这些地方连我都不敢去 他勃然大怒 起身走来走去 殿内到处都是 被他的衣媚掀起的风声 秦牧的目光 几乎抓不到他的踪影 我无法前去寻他 我被太皇天的事情办住 你却偏偏惹出这档子事 你让我如何分身去救你 他自言自语 秦牧突然道 圣师 大师兄竟然把这些地理图用心 杀化出来 而且都标记了一个个重要的地点 那么 他一定是已经走过了 这些危险的地方 留下一些线索 等待我们去取 我觉得 大师兄肯定还活着 侨夫圣人微微一正 停下脚步 难道 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我关心则乱 没有想到这茬 他一定还活着 还能用心沙绘画地理图 说明他还在世上 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秦牧心中暖洋洋的 笑道 师父如此担心弟子 弟子岂不报大师恩 大师兄让圣师如此牵挂 将来我若是也失踪了 圣师一定也会这么担心我 你想多了 别自作多情 侨夫圣人瞪他一眼 摇头道 你死到天边我都不会去寻你 更不会想你 你像你大师兄这么胡闹 那就能死多远死多远 秦牧笑道 刀子嘴斗抚心 大师兄到底探查到了哪一步 为何没有回来 圣师对灭亡了开皇 上皇 赤鸣 龙汉的这个天庭 知道多少 知道的不多 侨夫圣人摇头 倘若知道的很多 便不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以至于连开皇都躲在无忧乡里不出来 历代皇朝 在最为辉煌的时候 突然崩塌毁灭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秘密等待发掘 他叹了口气 我想去无忧乡 亲自问一问开皇 为何不愿东山再起 为何不愿再战 然而 我也不知无忧乡路径 倘若你将来回到无忧乡 替我问一问他 秦牧点头 弟子一定问他 侨夫圣人道 这些地理徒 你毁掉吧 你大师兄不知轻重 四处乱闯 你若是跟着他去寻找真相 你必死无疑 秦牧露出笑容 这些地理徒 弟子已经记在脑海里了 侨夫瞪他一眼 秦牧含笑不语 侨夫圣人冷哼一声 拂袖走出神殿 四下打量 只见世界上 还有不少具神魔的尸骨 道 这座斩神台 是地座强者天宫神藏中的斩神台 已经养成大凶了 比匣子里的斩神玄刀还要凶 这座神山不祥 还是毁掉为妙 让我来将他一斩劈开 看看他吞了神魔的血 他身后 大斩翁的一声旋转 从他背后升起 砍柴斩越来越大 神威滔滔 斩刃向下 悬在半空 侨夫圣人淡然道 你先下山 我来劈开此山 秦牧不敢怠慢 连忙下山而去 就在他刚刚 走到世界上的一刹那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传来 秦牧急忙回头 只见赤膝三头六臂 疯狂向侨夫圣人攻去 侨夫圣人似乎没有觉察 带到他冲至跟前 突然张开五指 迎上赤膝的攻击 他的手掌中 无数符文爆发 呼啸旋转 赤膝强横至极的攻击 还未落到他的身上 整个人便突然间消失无踪 侨夫圣人抬手 抓起大斩 依旧挂在背后 走到目瞪口袋的秦牧身边 道 愣什么 地座强者的斩神台 我劈不开 我只是为了引他出来 秦牧连忙跟上他的脚步 试探道 那么赤膝被圣师 送到何处去了 侨夫圣人露出笑容 太皇天 魔族领地 魔族与他是血海深仇 秦牧神色呆滞 突然长一道地 由衷道 弟子受教了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圣师的教诲 努力做一个像圣师 这样出色的天圣教主 第612章 传圣两万年 侨夫圣人坦然受他一拜 道 我收的弟子不多 以前是叫皇子太子的 皇子太子不必拜我为师 所以我的正是弟子 目前仅有你 和你大师兄两人而已 对比你大师兄 你便显得有些青涩了 你的确要好好学学 我不是教你学坏 只是教你不吃亏 秦牧眨眨眼睛 有些不太像是圣师 反倒像是残老村的老人们 圣师 圣人是什么 秦牧问道 圣人是一种心境 他们来到这座斩神台下 侨夫圣人打量这座神山 不疾不虚道 我曾经告诉你大师兄 成圣有三力 力言力教力功 三力成圣 这三力做出来 心境便会达到高远之境 单纯从心境上来说 无人能敌了 圣人有言 有言方能力教化 教化众生 传道授业解惑 破荆棘 开坦途 秦牧正了正 师生道 力教化 不是创立天圣教传道吗 侨夫圣人摇头道 不是力教 是力教化 力教 是开创一个门派 太浅薄了 开创门派 便有门派之争 有门派之争 便有言语之争 力言也就不存在了 岂不是坏自己的根基 所以 你说 你是天圣教的教主 我便知道 你大师兄的路子 多半错了 秦牧脑中轰鸣 突然想起来 那些在封都中 待着的历代天圣教主 不觉想象出 他们泪流满面的情形 他们以天圣教主 这个身份 自豪自傲 殊不知在侨夫这里 都是错的 侨夫圣人 沿着这座神山行走 时不时抓起一块块巨石 巨石直接被他的法力融化 化作一根根布满隆起的 花纹的石柱 以奇妙的阵势 插在这座神山的山脚下 历教 是历教化 如何历教化 开教育 新学院 广才能 做石室 研道法神通 用于百姓日用 他轻声细语 一边练着传颂石柱 一边向秦慕道 国弱 则变法图强 以撞齐国 他的练制手法 并不比哑巴高明 但也极为迅捷 将传颂神通的符文化作印记 烙印在一根根石柱上 明弱 则传道立明 以撞齐明 兵弱 则改革兵器 以撞齐兵 君昏聩 则一剑之 陈述厉害 劝君改之 君不改 二剑之 再不改 反之立心君 天无道 则一变法 改天法 以顺天下 天不改 则以变法求变道 再不改 罚天力道 他细细说着 不知不觉间 已经沿着山脚走了大半 秦慕用心聆听铭记 等到侨夫圣人 将自己的理念说完 秦慕突然道 圣师 这圣人的要求太高 我细细回想 自己所遇到 所听到的所有人 无人能够达到圣人的要求 这些 你自己能做到吗 侨夫圣人停步 半空中的山石融化 正在形成石柱 侨夫圣人一动不动 也停止演变 秦慕坠坠不安 有些埋怨自己多嘴 他悄悄抬头看去 只见这个侨夫装束的 中年男子 不觉间泪流满面 我曾经以为 自己能够做到 侨夫圣人声音有些嘶哑 黯然神伤 我以为自己能够做到圣人 别人也是以圣人来称呼我 我以为自己能够立教化 变法图强 壮大开皇国 改变民若现状 让民有广大神通 改变兵若 让兵有力四将 而震慑蛮夷之威 让天步无道 还以为自己 能够立功而战胜腐朽 最后三点 我败了 东 那根还没练好的石柱坠地 插在泥土里 侨夫圣人又必搭在柱子上 头埋在肘弯里 泪水横流 没有让秦慕看到他的尸态 我败了 我没能阻止 开皇去无忧乡 我让君分溃了 我败了 我以为自己能够变法变刀 已改变天道 然而天却将开皇国灭了 葬送了开皇时代 我败了 最后那一战我也未能立功 我败了 秦慕 我并非是你要寻找的那个圣人 我也教不了你 我只是一个失败者 秦慕正正地看着他 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怀 在胸中酝酿 在侨夫的改革变法 最为浓烈如火如荼的时候 开皇突然退去 建立了无忧乡 没有背水一战 因此 侨夫意志消沉 他看着开皇的退走 看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 开皇时代灰飞烟灭 看着战友们 为了同一个理念而战斗而死亡 看着他们的头颅被砍下 热血喷洒在熟悉的大地上 看着那些翘首以盼 等待开皇重新降临 重新率领他们战斗的战友 一个个老去 死去 看着那个时代的黎明百姓 一代代消亡 新人替换了熟悉的面孔 他心中的挫折和痛苦 是他人所无法想象 秦慕突然大声道 圣师 你能将你的圣人之道传给我吗 侨夫圣人用肘弯的袖子抹去老泪 转头向他看来 秦慕激动道 我想继承你的一波 继续走下去 继续改变下去 君昏窥则伐君 天无道则伐天 侨夫圣人面色漠然 摇头道 你不行 秦慕一腔热血被浇个透心凉 握紧拳头 怒道 我怎么不行 大师兄的理解能力 领悟能力有点差 把力教领悟出了一天圣教 我可没有那么笨 侨夫圣人摇头道 你大师兄是笨了点 蠢了点 但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你容易热血上头 埋头蛮干 虽然有事很狡猾 但是没有专注力 你性子跳脱 对什么事情都感觉很新鲜 很想去研究 你虽有诚服 但诚服不够深 你虽有信念 但信念不够稳 道心还未兼顾到山河意 心不改的地步 你并非是做圣人的材料 最低 现在的你是不够的 秦慕大声道 我可以改 我可以学 我等不了 乔夫露出和煦笑容 声音柔和下来 道 好徒儿 我真的等不了那么久 秦慕正正出神 乔夫圣人继续将这根石柱练好 向前走去 秦慕默默地跟着他 看着他练好一根根传送主 过了许久 乔夫圣人终于不止完成 撇了撇有些沮丧的秦慕 笑道 不必哭丧着脸 若非我对你之根之底 我还真会像黑虎那家伙一样 认为你的道心差到这种程度 走吧 我们上山 秦慕脸上的沮丧消失 跟着他重新回到 这座斩神台的顶峰 乔夫圣人催动传送阵法 一根根石柱光芒大放 烙印在石柱中的符文发出光芒 将符文印记照耀在半空中 化作一个个奇异归例的文字图案符号 这些符号在半空中相连 呼啸旋转 转动速度越来越快 即便是乔夫这样的存在 想要搬动这座斩神台 也需要先将自己的传送 神通化作阵法 借阵法之威 才能将斩神台传送 光芒爆发的轰鸣声中 斩神台呼啸而起 顺着光芒旋转飞去 秦牧站在这座神山上 回头看去 只见那颗异星越来越远 很快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四周 是茫茫无际的黑暗星空 荒凉枯寂 偶尔可以看到细小无比的星辰 秦牧突然道 圣师 我觉得 有一人资质悟性都比我好 而且符合你的条件 我想引荐他来见你 乔夫圣人微微一正 展颜笑道 好 不过 你不用再称我为圣师了 称我老师便是 老师 光芒洪流从罗福天的天空中 轰然动照下来 照耀在罗福天的 一座祭坛前方的地面上 那地面顿时在光流的照耀下浮现出 许许多多复杂无比的符文印记 不断变化 接着光流消失 巨大恢弘的斩神台陡然出现 乔夫走下斩神台 背后的大幅飞起 劈开一座门户 直达太皇天 你带他来见我 秦牧公身 是 老师 太皇天 离成 颜康国师与一众颜康各个学院学宫的世子 在设计灵兵 用以工程和大规模的战役 秦牧走来 向颜康国师道 国师 乔夫圣人想要见你 颜康国师身躯大镇 抬头向他看来 又惊又喜 两人来到罗福天 颜康国师抬头 看向高大巍峨的祭坛 祭坛上 一位乔夫装束的中年男子 正站在那里 颜康国师心神激荡 整了整衣衫 便要登坛求见 突然祭坛上 乔夫圣人洪亮如中的声音传来 颜康的国师 我有三问 答此三问 你可上坛来见我 你且登坛 颜康国师走上十阶 走到三分之一处 突然乔夫圣人的声音传下 第一问你初心 答 颜康国师停步 朗声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明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为我初心 祭坛顶上 乔夫圣人沉默片刻 道 登坛 颜康国师继续向上攀登 带来到三分之二处 乔夫圣人的声音再度传下 第二问你道心 答 颜康国师停步 风神眷勇 神采飞扬 初心不改 道心永固 上坛 颜康国师继续攀登 即将来到坛顶 乔夫圣人询问道 第三问 你知道你会因此而死 因此而身败名裂 因此 而后世人会忘记你 甚至憎恨你吗 这事业 这条路 不仅有可能毁掉你的生命 还会毁掉你的名声 让你今后无名 知道 颜康国师功身 甘愿为之 无愧于心 无怨无悔 乔夫圣人露出笑容 我教人无数 但只收弟子两人 然而两位弟子 都不曾得我 一波的我真传 反倒是门外开花 你上来 颜康国师登上最后一阶 来到这座祭坛的顶端 直面乔夫圣人 当 乔夫圣人身后大幅坠地 插在地上 这位砍柴乔夫 坐在腹背上 大马金刀 双手放在膝盖上 你可以拜师了 颜康国师 了起青山 跪拜下来 沉声道 江陵世子 拜见老师 勤募仰望祭坛顶 不觉泪师双颊 他见证了这场 横跨开皇和颜康 两个时代的圣人传承 圣人的担子 从一个时代 交到下一个时代的人的肩头 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 没有当人情怀的感言 却让他感动到落泪 第613章 仇恨难解 圣人之道 总有些人抱有同龄人 甚至同时代的人 不具备的理想和信念 总有些人怀揣着 同龄人同时代的人 不具有的情怀和斗志 说出同龄人和同时代人 说不出的话 做出同龄人和同时代人 做不出的事 或许在同龄人同时代人 或者后人的眼中看来 他们会有些吃傻 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信念 去奉献终生 奉献生命 然而推动历史 推动时代的 正是这些有着坚定信念 有着看似可笑理想的人 颜康国师在祭坛上拜师 侨夫圣人伸出双手 拖着他的肘弯 将他掺起 笑道 或许将来你的成就 会比我更大 更高 待到将来再看今日的我 你会是我的老师 琴木登上祭坛 只见颜康国师 持弟子里 站在侨夫圣人身边 笑道 老师 师弟 我来持一步 颜康国师愕然 随即展颜笑道 二师兄 琴木脸色顿时黑了 天王还是叫我擒教主吧 二师兄听起来挺别扭的 颜康国师 哈哈大笑 琴木错愕 随即露出笑容 他认识颜康国师的时间 并不算长 进入太学院之后 才见过颜康国师 后来才有过谈话 从前的颜康国师 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道心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 他的心思深邃如海 面色古井无波 毫无情绪 波澜出现在脸上 他像是一尊完美的神 没有人味 没有人气 不过接触了这么久 琴木渐渐发现 颜康国师身上的人味人气 颜康国师在前一默化 从神转变为人 而这次颜康国师哈哈大笑 琴木倒觉得他的道心 突然跨入了另一个境界 另一个自己 无法看懂的境界 似神非神 似人非人 他在人的七情六欲之中 却又在人的七情六欲之外 在神的绝对理智之中 又在神的绝对理智之外 这样的人 琴木已经看不懂了 国师的资质物性 的确比我出色 遇到乔夫老师的这短短片刻 心境便再有惊人提升 不愧是五百年一出的圣人 琴木心中自我安慰道 不过好在 我上霸体 只要足够努力 便可以激发霸体的一切潜能 还是能超过他 乔夫圣人道 琴木 你可以回太皇天了 我要与你师弟详谈良久 琴木迟疑 道 虎尊和婆婆呢 他们与玉罗莎 木屠罗的战斗 是否有结果了 乔夫圣人道 木屠罗穿上那女子的衣裳 便被黑虎打死了 玉罗莎则被赋日罗救走 那女子和黑虎 都回到了太皇天 果然与我想的一般 琴木露出笑容 乔夫圣人为他打开 前往太皇天的通道 琴木磨磨蹭蹭不愿进去 道 老师 我在旁边听着 我作为师兄 倘若师弟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我也可以指点一下师弟 你说是不是 师 乔夫圣人拎着他的领子 将他塞入通道中 琴木打算跑回来听讲 通道已经闭合 严康国师笑道 老师 为何不让秦师兄听讲 他不适合 乔夫圣人道 他的性子 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的道路 你觉得你这个二师兄 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严康国师沉吟一下 道 贪玩 跳脱 坐不住 热血上头便往前冲 但又狡猾 心思细腻 非常聪明 能想人所不能想 常有我也意想不到的想法 而且他还很大度 看得很开 他还很自信 近乎癫狂的自信 在他的心中 总是觉得老子天下第一 虽然嘴上总是说自己天下第二 不过若认信心 他的确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 入股三分啊 乔夫圣人府长 赞道 你看他比较透彻 我也是这么认为 作为圣人 他并不适合 严康国师点头道 二师兄的确不适合 那么大师兄呢 你大师兄是另一种人 乔夫圣人道 他是有大毅力的人 沉稳 只要他认定一个目标 便会一意孤行 谁也拉不回来他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对圣人之道的理解 有所偏差 在圣人之道上 你的两位师兄 都不如你 你随我修行几年 我将我毕生所学所无传你 他缓缓道 我意志消沉 迈不出心中的坎 总是陷入 对开皇时代的回忆中 对开皇的逃避 也有着难解的结 你不同 你没有这道坎 你学会我的所学所悟 便会直接跨过这道坎 那时 你将会是真正的圣人 他目光明亮 微笑道 最近些年 你专心参悟 无论是太皇天 还是颜康 你都不要想 不要去参与 专心跨过我 跨不过去的坎 颜康国师乘势 两人在祭坛上相对做 太皇天 魔族古城 古城原本是太皇天六十四神城之一 落入魔族之手后 被大肆改造 不知多少魔族生活在这里 打造各种魔神像和魔宫 这里属于魔族领地的腹地 是比较早落入魔族之手的地方 因此魔族众多 人族的势力 难以摸到这里 此地的魔族 却安居乐业 城中 还有魔神镇守 又俘虏奴役了不知多少人族 让人族做奴隶 伺候魔族 因此富足 赤熙被传送到此地的时候 古城中正值魔族的传统节日 献生节 城里数不清的魔族轻壮 抬着一头头牲扣 敲锣打鼓 跳着诡异舞蹈 配着奇异充满异域情调的音律 还有四面四臂四胸的魔女 在花车上跳舞 姿态缭绕 引来阵阵欢呼 献生需要游城 献生的队伍 抬着牲扣再歌再舞 沿城游一圈 这才会抬到城中的一座座高大祭坛上 祭坛上是一尊尊魔神 喜笑颜开 看着族人的欢闹景象 这时候 强壮的魔族青年男女 会带着牲畜 静香攀登祭坛 向魔神敬献自己的牺牲贡品 第一个带着牲口登上祭坛的 便是莫大荣耀 而献生的队伍不止一只 而是城中几百个几千个魔族家族 相互竞争 因此极为热闹 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赤熙降临到其中一座祭坛之上 老鹰祸胆敢暗算我 他的声音如同惊雷 震动热热闹闹的献生节 所有魔族都停了下来 无数目光落在赤熙身上 祭坛上的那尊魔神正在哈哈大笑 准备抓住族中的年轻人献上来的祭品 赤熙突然出现 他也是所料不及 赤熙脚下 光芒照耀形成的传送符文正在渐渐淡去 他的三颗脑袋缓缓抬起 看向四面八方 魔族 这个赤熙时代的奸展官突然暴怒起来 三颗头颅发出惊天动地的凄厉怒吼 魔族 我的族人随我一起跨过亿万星辰 越过不知多少死亡地带 历经千辛万苦 这才来到祖地附近 是魔族 是魔族不由分说 杀入我们的星球 杀我族人 灭我种族 他一根根干枯发黄的头发飞扬起来 如同数千数万道黄色的剑 四面八方扫去 这次攻击只有一瞬 四面八方 方圆百丈 所有魔族都在捂住自己的咽喉 有人抬手 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他捂住咽喉的手掌 心里是温热的魔血 有人低头 头颅突然从脖子上滑落 掉了下来 祭坛前方 一辆花车高大的花柱是五彩斑斓的滑盖 滑盖缓缓滑落 杆子处切口整齐 一座房屋突然倾斜 屋盖徐徐滑动 砸落在地 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接着 一座座大殿的垫顶各自滑落下来 房屋的屋顶屋盖也纷纷滑下 百丈之内 一颗颗头颅落地 一枪枪鲜血喷涌 无数气血从他们的枪子中 化作一条条红线 向赤溪飞去 赤溪降落的祭坛上 那尊魔神躲过了他这一击 见此景象不禁牙子崩裂 怒吼咆哮 探手抓来两口魔神兵向赤溪杀去 赤溪六臂如同狂风暴雨 在短短一瞬间攻出不知多少计 打得魔神兵粉碎 打得那尊魔神粉身碎骨 其他魔神从一座座祭坛上飞起 呼啸杀来 其中一尊魔神认出了赤溪 凄厉的叫声响起 是他 是他带着那些星球降临我们罗福天 是他毁灭了我们罗福天 葬送了我们无数族人 是他杀了我们的前代尊王 杀 古城中传来无数声音 数之不尽的魔族强者怒火滔天 蜂拥向赤溪杀去 不久之后 古城中一片死寂 赤溪六目赤红 呼呼喘着粗气 此时的他已经吸饱了足够的气血 已经恢复到从前的巅峰状态 按理来说 他完全可以抽身变走 不再厮杀 然而 他却依旧杀个不停 杀得直到这个魔城中除了他 再也无任何一个能够站起来的生灵 我带着族人 在星空中漂流了千百年 千百年啊 只为寻到祖地 是你们 杀了我的族人 只剩下了我 嘿嘿 只剩下了我 他六臂张开 探手四面八方抓去 一口口被他打残打破的魔神兵飞起 在他的四周砰砰撞击 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金属球 赤溪三头喷火 将这些魔神兵残骗炼化 烧熔 练就六口光澄澄的神刀 赤溪六臂抄刀在手 看向远处 远处 更多的魔神从其他魔城中赶来 第614章 暮色中的光束银花 沙发升起 诸多魔神沸声怒吼 向赤溪杀去 一场血战之后 尸骨堆积成山 即便是赤溪也不禁感觉到疲累 他修炼的是赤溪时代的 无漏斗战神功 这种功法从他人身上夺取气血 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在巅峰状态 而且三头六臂 近战攻势可以说是达到完美的境界 只要敌人受伤 便会不断地流逝气血 而流逝的气血 则会涌入他的体内 此消彼长 战斗时间越长 对他越是有利 这门神功可以说是赤溪时代 最为出色的功法之一 当时修炼的人很多 神魔自然也不在少数 神魔往往都是三头六臂的形态 无漏斗战神功 有两个欠缺的地方 一是对肉身的负担很大 所以会感觉到肉身疲惫 但气血会越来越旺盛 第二个欠缺的地方是神通 因为是近战神功 他在神通上的造诣并不是特别高 这个赤溪时代的奸掌官 坐在高高的尸体堆上 夜幕降临 四周火光很多 那是神通留下的火焰 在暮色中升起一道道黑烟 古城残破不堪 正有一艘艘纸船从黑暗中驶来 船上的鹰钗收走死难者的亡灵 赤溪木然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的鹰钗 并没有过问 他毕竟是赤明天庭的奸掌官 来头极大 对这种现象早就习以为常 他坐在尸山上看向远处 远处 一尊三面魔神正在向这边走来 那尊魔神一边行走 一边调整自己的状态 是一个实力非常可怕的对手 赴日罗尊王 赤溪一条腿踩着脚下尸体的头颅 另一条腿则很是放松地搭下来 也在稳定气息 平复心境 竭力将自己的愤怒压制住 等待愤怒爆发的那一刻 他的敌手是魔族的尊王 他曾经斩杀了魔族另一尊尊王 靠的是斩神玄刀 他深知这种对手的强大和可怕 必须要让自己的心境完美 不能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愤怒 对报仇的渴望 让他拥有力量 但是会丧失理智 只有将愤怒压下 带到决战生死的那一刻 突然将压制已久的愤怒爆发出来 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那时才会畅快淋漓 将愤怒挥洒 复仇的成功会带给他道心莫大的愉悦 远处 富日罗尊王还在迈步走来 倘若不细看的话 他反而不像是魔族的魔神 而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 温文尔雅的俊美中年男子 他一边走 一边手臂翻飞 施展神通 一世又一世的神通 相继施展出来 然而这些神通却聚而不散 威能含而不放 他脚步迈出的频率并不快 但是速度却是极快 给人一种 他正在从高山向下狂奔的错觉 那是一种事 无敌的事 事并非是靠脚步的迈出频率 他的脚步频率慢 但给人的感觉 却有一种不可匹敌的大事 他的神通积累的速度极快 让赤熙感觉到压力 压力越来越大 大到他再也坐不住 他的身后 突然空间层层叠叠地绽放开来 让古城距离他越来越远 不仅如此 狮山附近的魔族尸体 也在渐渐远去 傅日罗的神通 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恶战做准备 那就是 移开这些魔族的尸体 让他无弃血可见 他如果再不出手 将会让傅日罗 养成无敌大事 赤熙腾空而起 六手持六口金灿灿的长刀 长刀飞舞 各种战绩神通 在他手中的刀下爆发 战绩神通 如同浪涛组成的洪流 一道大浪 叠加一道大浪 不断累积 刀光浪涛越堆越高 他的脚步迈开 速度越来越快 每一脚踩下 踩的地方是空中 距离地面还有百丈 然而地面却突然出现一片洼地 像是脚印形状的干涸湖泊 大地震动 一个又一个脚印状的干涸湖泊次第出现 连山也被踩得陡然沉降 以无比恐怖的速度 像正在不紧不慢走来的傅日罗接近 脚印湖泊飞一般 出现在傅日罗的身前 距离傅日罗只剩下不到200张的距离 两尊可怕的存在 终于碰撞 此刻 远在离城的晴木 在暮色中登上城楼 正准备歇息 这时他看到了西方传来的亮光 西方 那里是魔族的领地 少年站在城楼上遥望 亮光自暮色中爆发 尽管距离此地不知有多远 依旧极为刺眼 那亮光像是一株很粗很壮的树 巨大树身 突然拔地而起 卷动的光芒红流冲上天空 即便是在离城 也能看到光柱在向上生长 接着 一根明亮无比的枝叉 从这珠光秃秃的树身中迸发 枝叉呈现出 炫目的雷光形态 秦目张望 试图用九重天开眼法 看清那里的动静 然而他的目里 根本无法看到 那里详细的情形 距离这么远 别说神墨的身影 即便是万丈高山 也无法看到 可想而知 战斗的情形 是何等激烈 何等剧烈 难道是傅日罗与赤熙对上了 他心中暗道 离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被惊动 纷纷飞上半空或者登上高处 去看着难得一见的奇景 那珠光树有了第一道枝叉 接着光芒从树身中爆发 第二道光芒枝叉向外蔓延 然后是第三道 第四道 从那根光树中延伸出的枝枝叉叉 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在几个呼吸的时间内 勤募与离城中 几乎所有神通者和神魔都 看到了西方的黑暗夜空中 升起一株巨大的光树 树冠茂密 微微晃动 就在此时 光树突然暗淡 消失 西方又恢复一片昏暗 战斗结束了 秦牧心头砰砰乱跳 南南道 傅日罗和赤兮 到底是谁赢了 不知道 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秦牧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庞玉真神 桑叶尊神等太皇天的神奇 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身后 这些神奇神出鬼没的 应该是城楼最高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 观看西方夜色中的奇观 庞玉真神摇头道 我虽然与傅日罗有过数次交手 但几乎都是以败北收场 这世间能够敌得住他的人不多 刚才那一战 以我落败的经验来看 傅日罗已经施展出一切手段 但是胜负依旧很难说 他即便能胜 也是惨胜 秦牧心仰难耐 真想去那里看一看 庞玉真神警觉起来 道 秦教主 国师与天师都不在这里 你还是不要惹事为好 秦牧正色道 真神 我来到太皇天 已经有大半年了 你可曾见过我惹过事 莫要血口喷人 庞玉真神满脸笑容 连连点头道 秦教主说的我都明白 是我言语不当 还请教主见谅 桑叶尊神凑到他耳边 低声道 城主 你忘记了 他把咱们太皇天的太阳 轰碎这回事了 巧声 庞玉压低嗓音道 他心里没个数 你还能没数吗 天师弟子 你我惹不起的 何况 他又让国师为咱们重新打造了两个太阳 比以前的太阳好看多了 桑叶尊神连忙闭嘴 秦牧看着西方的黑暗越来越浓 握紧拳头 压低着嗓音 兴奋道 傅日罗与赤熙两败俱伤 现在正是捡人头的好机会 真想去捡傅日罗和赤熙的人头 庞玉心中凛然 向桑叶尊神抛个眼色 低声道 看稳了他 不要让他去闯祸 桑叶连连点头 另一边 古城外 傅日罗落地 转身便走 瞬息间 身形消失在黑暗中 不见踪影 赤熙也自量枪落地 压下胸口满腔闷血 但还是压制不住 突然全身崩裂 败血狂喷 三颗头 三张嘴 喷血不断 他的身体在短短片刻便干瘪下来 手中六口刀 哗啦啦破碎 他与傅日罗的确是两败俱伤 他们二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只有闷声厮杀 在短短片刻的交手中 彼此将对方重创 彼此都接近油镜灯窟 而傅日罗之所以转身便走 是因为他身上多处副创 担心被赤熙趁时夺取他的气血 所以退走 反而是斩杀赤熙的最佳手段 他只需要让没有伤口的魔神前来 便可以轻易夺取赤熙性命 作为魔族的智者 他看得很清楚 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赤熙也明白 傅日罗为何退走 也知道 此地不宜久留 只怕要不了多久 便会有魔神前来索命 然而 他气血枯败 估计走不了多远 便会被魔神追上 那时只怕便是他的死期 要死在这里了吗 赤熙跪坐下来 三颗头颅低垂 心中一片死寂 我还没有去祖地 还没有回到毕市的族人身边 告诉他们祖地的情况 我不甘心 远处的古城 一团黑气鬼魅般地 在尸体堆里飘来飘去 石而化作一株小树 石而化作一块丸石 还有一面面小旗帜 在这团黑气四周飘来飘去 收取魔气 收取优斗鹰差们不要的残魂 这团黑气飘啊飘 变化多端 有时候还会落在神通燃起的火焰中 变成一团火 过了不久 在那里的赤鸣旁边 有些犹豫迟疑 显然是很想上前查看 赤熙是否已死 搜刮一些财富 但又有些担心 你是人族 赤熙突然道 那团魔气一惊 下一瞬间变化作一片草丛 赤熙继续道 不用在我面前变化多端 我能看破你 你若是能救走我 我收你为徒 传授你赤鸣时代的最高绝学 无漏斗战神功 许你莫大好处 那片草丛晃动 草丛消失 一位长着两条鹿腿的少年 出现在赤熙身前 鹿腿一弯 纳头便拜 高声道 班公错 拜见师尊 师尊放心 我在魔族私婚了几个月 论逃命的本事 这天底下 无人敢说在我之上 第615章 佛法无双 离城中 秦牧一大清早 来到佛门在离城的寺院 敲开门递了拜帖 道 我来见马爷 接待他的僧人 连忙回去禀告 秦牧之所以说来见马爷 而不是马如来 是因为马如来是佛道的领路人 须坐镇大雷音寺 宣扬佛法 而马爷则是他的亲人 一个是身份 另一个是亲情 来见马如来 须得拿出人皇和天圣交主的身份 来见马爷 则是以马爷养大的孩子的身份 过了片刻 接引僧前来 道 马爷有请 秦牧露出笑容 跟随他走进寺院 这寺院是太皇天的 神摩波给大雷音寺的地方 大雷音寺的僧人们 在这里建了庙宇 日常修行 秦牧抬头看去 能够看到朦朦胧胧的二十诛天 悬在寺庙的上空 还有许多僧人 在二十诛天下方 不断诵经 诵经声在空中碰撞 化作一道道佛光 涌入二十诛天 二十诛天是佛门诛天 漂浮在寺庙上空的二十诛天 是真正的诛天的投影 并非是真实的 秦牧收回目光 这是 他看到一个脱去了如来的法袍的质朴老者 含笑看着他 马爷 秦牧激动起来 自从马爷成为大雷音寺的马如来 他们相见的时间便少了许多 马如来脱掉如来的法袍 便是以亲人的身份来见他 他岂能不激动 不过这里毕竟是大雷音寺的道场 到处都是僧人 他须得压制自己内心中澎湃的亲情 不能给马爷带来麻烦 带来心境上的困扰 马爷 你们不是很早 便已经联络到二十诛天了吗 秦牧稳住心境 好奇到 为何现在还要 不断与二十诛天联络 难道佛界的诛佛 不曾传授更高层次的宫和法 已经传了 不过传得不多 马爷领着他 来到那些正在诵经与佛界联络的僧人旁边 只见这寺庙内部颇为宽敞 尽千位僧人加福而坐 有的坐在平地上 有的坐在空中 还有的坐在佛塔上 道 佛界的意思是 要我们专心修佛 不必参与到世俗红尘的纷争之中 他们不太想理会世俗的事情 似乎有着许多禁忌 而我的意思 是请他们传授高深法门 佛有度视之心 岂能眼见世俗人落入苦难而不救 秦牧四下看去 千百位僧人 有男有女 有人有妖 都在口诵佛号 让二世诸天的诸佛不得安宁 这种打法 倒像是骚扰的法门 念佛之名 佛会听闻 这些大雷音似的僧人 念得正是诸佛的名号 原本有几位佛陀传法下来 后来便无人再传 惠莫如深 我想请他们下界 他们也不愿下界相助 马爷摇头道 我以为 他们并非是怕沾惹凡臣俗事 怕某些可怕的存在 他们虽然有着高深的境界 高深的功法 但是在心境上 已经落了下诚 前几日 佛界的诸佛不胜其扰 于是有了提议 要鄙视佛子间的佛法 鄙视佛法 秦牧顿时来了兴致 笑道 怎么比 就是挑选出佛的弟子 比较佛法造诣高低 这种比较 是隔空比较 我派出去的是战空 马爷抬手一指 道 战空在那里 已经拜了几位二世诸天的佛子了 秦牧抬头看去 只见魔元战空坐在塔上 大座塔 似乎与二世诸天同高 而在他的对面 则端坐着一位佛子 升起宝像 宝像披挂阴落 极为华丽 宝像后方 则是华丽的寺庙群落 高大的诸佛脑后光晕旋转 法相庄严 两人变法颇为激烈 二世诸天的那位 佛子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一席话说了半个时辰没有停顿 声音时而高抗激昂 时而低沉 却让人忍不住细听 这番雄辩可谓是长篇大论 让人无可辩驳 那位佛子说完 终于停口不说 面带笑意 看向魔元 魔元伸出毛茸茸的手掌 五根黑粗的指头 声音晦涩 一字一句道 急 那位佛子不明白 他想说什么 苦苦思索 过了片刻 魔元又道 空 那位佛子皱眉 顿时浮想连篇 魔元又道 有 那位佛子身躯微震 师生道 空了为何还有 魔元充耳不闻 道 敬 那位佛子大怒 贺道 既然有 为何还能敬 你的话不合佛法 魔元道 威 那位佛子怒不可恶 正要全盘辩驳 突然身躯大阵 将在宝像的背上 呆若目击 一言不发 他的身后 一尊大佛叹道 极空有敬威 太高太妙了 字如朱姬 每一个字 都是一篇佛法大成之论 五字连在一起 又是莫大高深 空香 你说了半个时辰 说了很多长篇大论 可惜还不及 他这五字中的任何一字 你败了 下去 那位佛子 空香从宝像上起身 向魔元见礼 栩栩退下 勤募又惊又骇 向马爷道 马爷 大个子真的有慧根 马爷肃然道 大有慧根 甚至在我之上 比明星还要高 这时 二世诸天又来了一位佛子 从上一层诸天而来 身后也跟着几位 肉身广大的佛陀 刚刚落座 这位佛子 便周身大放光明 光芒耀眼 从二世诸天照耀下来 照遍四中众人 这佛光普照 让四中的群僧 都是心中一惊 这位佛子好高甚的佛法修为 魔元抬起手 挡在眼前 大手挡住了佛光 手的阴影投在脸上 那位刚刚落座的佛子 刚刚要说话变法 见此情形 心中大惊 猛然猴头一甜 一口鲜血喷出 失声道 你的佛法造诣竟然这么高 我还未来得及说 便已经被你变倒了 说吧 仰面变道 弃弱犹斯 他的身后 那几尊大佛连忙救人 终于将他抢救过来 一尊佛陀赞道 普照佛子 这次想要变法的内容 适合为名 不曾想 这位小佛子 却直接破了他的题 果真是变才无碍 佩服 佩服 勤募瞠目结舌 艰难地从魔元身上收回目光 疑惑地看着马爷 这种变法 他已经看不懂了 马爷解释道 普照佛子以名来开题 周身大放光明 佛光普照 而战空抬手一挡 手下的是黑暗 便是告诉他 有光明便有黑暗 互为依存 因此 普照佛子的变法 便直接被截断 一枪话说不出来 把自己憋得吐血 由此可见 战空的慧根 勤募也说不出话来 他能看得出来 刚才那位普照佛子的修为极高 多半是一位天人境界的佛法高手 就算勤募与他对垒交锋 也未必能够胜过他 没想到 魔元仅仅遮了一下光 普照佛子便吐血 差点弃绝身亡 魔元已经变到了二十诸天的大功德天 下一诸天便是大变财天 大变财天中 诸佛与一位年轻佛子前来 与魔元相对 那位年轻佛子 徐徐落坐下来 话也不多 手捏法印 捏着一朵莲花 道 无 魔元道 有 那年轻佛子皱眉 放下莲花 道 有 魔元道 无 那年轻佛子起身 贺问道 你是凡夫俗子吗 魔元摇头 我 圣 那年轻佛子 发震聋发聩之问 贺道 你是圣佛 魔元再度摇头 我 凡 那年轻佛子脸色涨红 怒道 我手中 有时你说无 我手中 无时你说有 我问你是凡人 你说 你是圣佛 我问你是圣佛吗 你又说你是凡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身后的诸佛皱眉 换来几位金刚 将他插了下去 一尊佛陀向魔元赔罪道 师弟恕罪 他已经乱了本心 无作有时有却无 心当圣食圣义凡 师弟佛法造诣 我等佩服 魔元还礼 却不说话 秦牧骇然 头昏脑胀 扶住额头向马爷道 马爷 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我没有这个慧根 还是不来听讲了 马爷笑道 我像战空这么大时 是万万没有这样的造诣的 你既然听得迷糊 那么我们初次走走 秦牧如是重负 两人走出寺院 马爷输了口气 笑道 木儿 我而今是佛陀 与你走得越发远了 披上袈裟 坐上佛位 我便不是当年的马爷了 在我眼中 你便是众生 但是我从佛位上走下来 脱掉那身衣裳 我便是咱们残老村的马爷 马神博 你就是那个 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秦牧突然重重地抱住他 马爷正了正 笑着拍了拍他的背 道 战空学得很快 明星也是好孩子 将来继承大雷音四一波的 便是他们二人 到那时 我便不是如来 我会回到残老村 我还会与你们一起 有说有笑 吃酒吃肉 秦牧询问道 为何二世诸天的诸佛 不愿传法 也不愿下界相助 马爷有没有询问原因 问过 一尊佛陀告诉我 大雷音四之所以能够 在历代灾界中保全 就是因为不问 问了 便无法保全了 他们让我也不要问 马爷叹了口气 这次用的是哑巴叫我的音招 哑巴告诉我 让我命诸僧念诵佛号 吵他们清静 吵得他们受不了 他们才会与你说话 这次的变法 若是能够得胜 二世诸天的诸佛 便许三个名额 进入佛界求学 但是 他们依旧不会让佛界 中人下界相助 我细想过 有三个名额也好 总好过无 正在此时 突然寺院中传来一片哗然 诸僧的欢呼声传来 秦目与马爷对视一眼 急忙回头冲入寺院中 只见众僧正将魔缘高高抛弃 接住 再抛弃 胜了 我们胜了 众僧欢呼雀怨 第616章 下马威 魔缘被抛在空中 脸上露出茫然和无奈 秦目看在眼里 不禁狐疑 看样子大个子 还没有回过神来 不知道自己已经赢了 为何赢了 他转过头来看了看马爷 心道 马爷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 这次选大个子出战 将佛界二十诸天的诸佛的佛子 挑落马下 这个主意 的确高明至极 马爷是有意为之 还是大个子 真的佛法高深莫测 我怎么觉得 倒像是村里人在背后 给马爷支损招 马爷说了 诸僧念诵佛号 吵得二十诸天的诸佛不得安宁 这个主意是出自哑巴 只有哑巴才会这么损 而派魔员出战 这种气死人不偿命的风格 更像是骚擒那瞎子的手笔 瞎子的心神眼 善于寻觑而入 他的枪法招式变化不多 甚至可以说没有招式 但总是击中对手的薄弱点 这是因为 他能够看破一切招法虚实的缘故 让魔员出战 魔员本来变化不多 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深得不变为变的精髓 倘若真的变法 大雷音寺的和尚 只怕是无法变得过二十诸天的佛子 因此不变为变变成了获胜的关键 而魔员正是这样的人 不过大个子 也的确是慧根身种 他在佛法修行上 有着惊人的造诣 秦牧看向魔员 心中佩服不已 心道 他不知自己胜了 也不知自己因何胜了 虽然战斗 心中却一片空明 不知胜负 这才是佛子战空啊 也难怪二十诸天的诸佛 对他的称呼都改了 称他为小师弟 话说回来 虾爷爷和哑巴爷爷都为马爷出招了 他们竟去了何处 丝婆婆和黑虎神从罗福天归来 也不见踪影 让他颇为纳闷 吃 壮 秦牧留下来吃了顿斋饭 魔员不住地劝他多进餐 时不时握紧拳头 曲起粗壮的手臂 向秦牧展示自己吃得多 身体强壮 大雷音似的斋饭 多是青菜豆腐馒头 魔员面前则放着一口巨大的铁碗 比寻常的大锅还要大四五倍 里面放着魔员最喜欢吃的松蒸和松果 秦牧吃些素菜馒头 吃饱就行 马爷又披上袈裟 回归马如来的身份 向众僧道 诸佛许我们三个名额 前往佛界求学 前往佛界的三个名额 占空占一个 明星占一个 另一个名额 我则有些迟疑 敬明和尚笑道 如来有何迟疑 马如来道 师兄 占空有慧根 明星更练达 他们前去学法 都是极好的 不过学法考验的不是慧根 而是悟性 要将法领悟化作神通 变为战力 才能在未来降妖除魔 应变未来的劫难 有佛性 但未必战力超群 这是我担心的 战空和明星都有佛性 只是在悟性上 都逊色了一些 一位老僧道 既然如此 如来何不亲自前去 马如来摇头道 我已是佛 过不去这世界壁垒 无法直达佛界 因此只能从小辈中 来寻一位资质悟性 非凡的人来 替我前去 参舞无上妙法 将佛法传下来 这个人 令我为难了 大雷音寺众僧 也是纷纷皱眉 虽然马如来说 魔元和明星小和尚的悟性不够 但实际上 是马如来的要求实在太高 魔元和明星小和尚的资质悟性 已经是大雷音寺 年轻一辈中最绝顶的人物 想要从大雷音寺中 选拔出一个超越他们的年轻僧人 根本不可能 马如来看向正在吃斋饭的秦牧 魔元捏着一把松针 送到秦牧面前 请他吃饭 其他老僧也纷纷看去 只见秦牧接过松针 把松针揉成饼 三两口吃下 又吃了几口馒头 如何 马如来向众僧问道 众僧齐声道 善男子 如来乏眼无双 让我前往佛界 秦牧吃饱了饭 被马如来换来 听到他的话 不禁瞪大眼睛 师生道 我是天魔教主 还曾经与大雷音寺有过恩怨 让我前去佛界学法 不会被诸佛打死吗 马如来笑道 佛界诸佛 佛与你并无恩怨之争 与天圣教 也并未恩怨之争 诸佛是在开黄时代 覆灭之前修成佛 建立了佛界 而大雷音寺 与天圣教的恩怨 则在开黄时代 覆灭之后 佛明事理 不会为难你 秦牧还是有些犹豫 这次是大雷音寺的众僧 争取来的机会 让我这个外人 前去求法求学 岂不是断了僧人们的期望 马如来摇头道 让你前去 才有希望 这次前往佛界求学 学的是大雷音寺 至高无上的佛法 直达地做的佛工 我恐战空和明星 参悟不出精髓 所以你陪同前去 比较适合 秦牧不再推辞 道 我此去佛界 应当注意什么 风土人情 入乡随俗 你自己 都应该很是清楚 不必我多说 马如来意味深长道 佛界不帮助下界的大雷音寺 并非是不愿帮 而是不能帮 所以你要当心灵枪和暗箭 秦牧心中凛然 顿时明白 他话中的疾风 佛界之所以如此谨慎 除了畏惧那个 所谓天庭的力量之外 只怕天庭已经在佛界 安插了不知多少眼线和势力 这次前往佛界求学 天庭的眼线和势力 绝对会对他们 这些下界来的僧人下手 其中心风血雨 可想而知 这也恐怕是 马如来务必 让他前去的原因所在 魔元战空 虽然慧根深种 但是慧根有余历练不足 明星小和尚的历练是足够了 但是他从前入红尘历练 只是参军 在军中历练 在阴谋诡计和灵威应变上 要逊色秦穆许多 秦穆经历了更多的危险 甚至直面过赴日罗这等魔神 随机应变的能力 堪称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马如来让他前去的目的 除了参悟无上佛法之外 还有便是保护魔元和明星的安危 需要落发吗 秦穆问道 马如来笑道 你看我落发了吗 秦穆向他头上看去 只见他的头发 已经变成了一个个肉计 那是佛法将三千烦恼丝 马如来道 有人将烦恼当成自己的挚爱 限制了自己的修行 所以要去掉满头的烦恼丝 但佛将烦恼变成自己的智慧 成佛前的烦恼越多 成佛后的智慧越大 如来尚且不落发 你又何必落发 秦穆露出笑容 受教了 佛界诸天大放光明 高悬于离城上空 这一层层诸天看起来虚幻缥缈 但是细看却极为深邃 有着广不可量的空间 二世诸天中 一尊尊大佛出现 佛音缭绕 一尊佛陀伸手一指 一缕佛光从二世诸天中洞照下来 其他诸佛纷纷指向离城中的这座寺院 佛光汇聚成流 化作一道光柱 马如来率领众僧来到佛光大柱前 向秦穆等人点头示意 道 一路小心 秦穆点头 与魔元和明星和尚 踏入光柱之中 那道佛光大柱徐徐上升 很快没入佛界二世诸天中 秦穆三人踩着光柱的底儿 也随之被带入佛界二世诸天 秦穆与魔元 明星脚踏实地 抬头看去 只见前方是一片宏大的寺院建筑 一座座佛塔 一尊尊大佛 无数僧人 他们脚下是一座瑰丽奇山 向下看去 则是遍地佛国 金碧辉煌 单纯一座诸天 便有着堪比颜康的广阔疆域 佛国灵力相安无事 有僧人营亚 躬身道 下界来的三位师兄 前面便是弥陀寺 秦 秦穆三人还礼 道 烦劳师兄引路 那僧人在前面引路 笑道 战空师兄的佛法造诣高深莫测 我也是一路聆听 很是钦佩 这两位小师兄是 明星报上法号 道 这位是大雷音寺的秦居士 那僧人的目光落在秦穆身上 道 秦居士 难怪待发修行 秦穆微微一笑 道 敢问这弥陀寺是哪尊大佛所见 那僧人笑道 秦居士有所不知 弥陀寺乃是摩伦法王所见 摩伦法王 乃是天庭的一位得道的佛 弟子无数 佛法高深 许多师兄领教了战空师兄的佛法造诣 还想领教一下战空师兄的神通造诣呢 秦穆心中微臣 这座弥陀寺只怕便是天庭的势力范围 是天庭安插到佛界的势力 马爷给我寻了个好差事 他不禁有些头疼 刚刚来到佛界 天庭的势力便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绝对是来者不善 明星和尚道 这位师兄 我们是来求学的 并非是来较量神通的 学了无上妙法 我们便回下见 不想开罪上界的师兄 他们来到弥陀寺的山门前 那僧人笑道 修行较量 方知长短 有何开罪 你们进去吧 说吧 在秦穆等人背后一推 将他们推入寺中 然后关上门户 秦穆 魔人和明星向前看去 只见前方一条山道 山道两旁 隔着十多步 便有一对僧人立在两旁 手持僧帐 面色肃然 弥陀寺的山顶 一位年轻僧人 身穿黄袍 喝道 拜佛礼佛 跪上山来 魔人和明星微微皱眉 明星低声道 秦教主 怎么办 真的要一跪一扣地拜上去 咱们的退路 已经被堵住了 山门处 许多僧人明火直线 堵在那里 无妨 秦穆笑道 你们不要动手 走上山去便是 魔人和明星迈不登山 山顶那年轻僧人 眯了眯眼睛 喝道 打 山道两旁 僧人挥杖向三人砸下 秦穆剑完突然飞出 化作一个方圆三杖左右的大球 大放光明 剑光缭绕 嗡的一声 将持杖打来的僧人衣袍切碎 那僧人光溜溜地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弥陀寺的诸位师兄 秦穆驱止一谈 剑球沿着山道呼啸飞上山去 所过之处 立在山道两旁的僧人 瞬息间便被扒光 众僧连忙丢了僧杖捂住下身 秦穆朗声道 见过这么大的设例子吗 第617章 月光太子 离城寺庙中 马如来率领诸多高僧 目送秦穆等人 被佛光接引到佛界 他们修为太强 想要被接引进去的话 有些不太可能 只有秦穆 魔元和明星 这三个修为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的神通者 才能轻易进入佛界 如来 让他们去不会有危险吧 静明老和尚问道 自然有危险 但也没有多大危险 天庭必然监视佛界 试图掌控佛界 对我们大雷音寺的弟子 必然打压 不会让他们取经归来 马如来笑道 所以我让秦教主也跟过去 秦教主跟过去 便没有多大危险 静明老和尚思所片刻 想不出其中的门门道道 只能感觉到凶险 道 赶请如来明言 马如来道 佛界毕竟还是佛界 他们是去取经的 天庭的人 即便想要对他们下手 也不会直接以大蹊跷 否则便会被诸佛阻拦 有佛界的诸佛在 还是要讲一些礼数的 倘若不以大蹊跷 秦教主都可以接得住 拳法有云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秦教主便是开拳之人 静明老和尚若有所思 笑道 那么明星便是合适之人 马如来点头 道 秦教主打人 明星合适 对方如果打算讲道理 来个名正言顺地诛杀他们的话 便要轮到战空出场了 变法的话 战空可以让他们哑口无言 静明老和尚大事佩服 李静道 如来不愧大智慧之名 佛界 弥陀寺的圣山上 那没巨型的舍利子 一路从山门处旋转飞至山顶 站在山顶弥陀寺大殿前的 那个年轻僧人 不禁又惊又怒 双手飞舞 施展龙象虎三伯之术 身体四周 出现龙形象形虎形等神通 极为刚猛霸道 痴 那舍利子的光芒将它淹没 顿时衣裳化作敌而纷飞 赤条条不着一缕 只剩下一双鞋 那年轻僧人 原本趾高气昂 让秦慕三人跪拜上山 不跪便打 此刻顿时气焰全无 见机不妙 便要撒腿开溜 突然舍利子中 两道光芒闪过 他不由双心一软 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那年轻僧人羞愧 急忙趴在地上 不敢让人看到自己的面孔 经顶上 一尊尊大佛的身影 出现在虚空中 高高微坐 向下看来 都是大皱眉头 一尊佛陀屈指一谈 那年轻僧人 顿时感觉到 双腿又能动弹 连忙遮住身前身后 一溜烟跑开 突然 一声佛号传来 一只金灿灿的大手 从弥陀寺的大殿中飞出 迎上秦慕的射利子 应该是一种显化类的神通 那神通金色大手 与秦慕的射利子碰撞 竟然发出铜铁般的冥想 震荡群山 一尊大佛坐下的一位白衣僧人 头顶沁云蒸腾 神通大手 正是从沁云中飞出 挡住秦慕的剑丸 什么射利子 不过是剑丸而已 这白衣僧人 看向那枚巨型射利子 笑道 小道法术 徒增孝儿 看我如何收了你的剑丸 他头顶沁云中 又有一朵莲花飞出 向秦慕的巨型剑丸飞去 层层叠叠的莲花照落下来 将剑丸包住 突然 山体剧烈震动 这白衣僧人 感觉到脚下传来的震动 还未听到声音 便见秦慕已然从山道上 呼啸冲至山顶 因为速度太快 他身体两边 甚至云气蒸腾 虽是上山 但却像是下山猛虎 一拳破空 雷声大作 整个弥陀寺 宛如坠入雷海一般 秦慕这一拳轰出 到处都是崩裂的雷霆 闪电交加 白衣僧人抬手便接 顿时四肢百骸 如同要炸裂一般 脑浆似乎要飞出脑壳一样 头脑中白茫茫一片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他已经狠狠撞在圣殿上 大殿的那面墙壁 向内部线下持续 这白衣僧人大字形 嵌在墙壁中 身体四周 是密密麻麻均裂的纹理 滋滋拉拉的电光 在他的体内乱窜 秦慕抬手 剑丸飞回 滴溜溜转动 至于这白衣僧人的大手 和莲花之类的神通 早已被他的剑丸破去 白衣僧人勉强睁开眼睛 双眼冲险 迷迷糊糊 看不清前方的秦慕 这位师兄 你的佛法造诣不行 秦慕的声音 穿入他的耳中 神通并非是 修行佛法的目的 修行佛法的目的 是去烦恼 开智慧 而生死 神通只是外道 既然是外道 我用的是舍利子 还是剑丸 又有何区别 白衣僧人想要说话 挖得一口血吐出 唯你不起 半空中 一尊肥头大耳的佛陀 传来厚重声音 歪里斜说 你并非是佛门弟子 胆敢在我佛面前 摆弄神通 秦慕催动如来大成经 宝像庄严 向诸佛见礼 道 佛门 弟子无知 佛需要有门 来挡住门外的众生吗 那尊佛陀失笑 油嘴滑舌 他却没有直接回答 秦慕的疑问 空中 一尊尊大佛端坐不动 秦慕四下看去 认不出哪位是摩伦法王 另一尊佛陀笑道 佛的确不需要门 需要门的是众生 不过 你上山便扒去众僧的衣裳 又让我的小弟子跪下 现在又打伤我的弟子 你是来求法的 还是来生事的 佛也有无名怒火 你不怕吗 这位便是摩伦法王 秦慕目光落在摩伦法王身上 只见这尊佛高高瘦瘦 面容很是和善 让人如沐春风 敢问法王 佛需要弟子跪拜吗 秦慕问道 摩伦法王摇头道 不需要 秦慕问道 世才为何让我们跪拜上山 摩伦法王微微一笑 天花乱坠 地永金全 便要讲道理 却见明星和尚 带着摩伦战空 终于登上山顶 明星和尚慌忙道 秦师兄得罪了诸位老佛 弟子告罪 摩伦法王微微皱眉 正要说话 明星慌忙 向一尊大佛叩拜 又惊又喜道 弟子拜见严慕罗王 那尊大佛笑道 你认得我 明星道 如来大成经中 便有严慕罗王的法香 因此弟子认得 弟子叩见缩节龙王 另一尊大佛 微微一笑 汗手失忆 明星又叩拜摩伦法王 道 弟子叩见月宫天子摩伦法王 摩伦法王笑道 你刚才已经拜过了 该说正是 弟子叩见日宫天子 弟子叩见魔力之天王 弟子叩见鬼子母王 明星和尚一路叩拜下去 拜到帝氏天王 抬头看去 却不见大范天王 只得作罢 心道 无法拖延时间了 摩伦法王耐着性子道 小和尚 你是来求学求佛法的 不是来拜佛的 你这位师兄上来便打了我的弟子 又口吐邪魔外道之言 倘若不正视听 我这山上岂不是要乌烟仗窃 如何弘扬佛法 明星和尚毕恭毕敬 老老实实道 佛祖 弟子嘴笨 不善言辞 还是请战空师兄 讲讲这里面的道理 战空师兄 你来 与佛祖辩一辩 摩伦战空上前 将戏气罗蝉杖插在一旁 大手竖在胸前剑里 却不说话 摩伦法王大皱眉头 看了看身边的诸天诸佛 突然哈哈笑道 战空小师弟 你无需开动尊口了 我已经都明白了 晴慕和明星和尚对视一眼 各自松了口气 摩伦法王也松了口气 心道 我奉上玉 在佛界为官 担任一个佛官 平日里佛法也看得较少 参言的不多 比不上佛界的诸佛 战空这个黑和尚便才无碍 一路从严莫罗王天变到大犯天 无人能敌 连诸佛都称他师弟 我与他变法 肯定丢人 摩伦法王笑道 这件事情 的确不怪这位秦居士 你们是来求法求学的 的确不该阻拦 不过佛门变法 只是口舌之争 还要看各自的修行参悟 嘿 战空师弟佛法造诣无双 想来神通也是惊人 佛界的许多佛子 领教过战空师弟的变才 还想领教一下师弟的神通 明星和尚正要说话 这位是月光太子 月光太子是我的后人 我原本是月光天子 月光国的皇帝 参悟出佛法 一物百物 遁地成佛 我成佛之后 留下月光国 月光佛国便是二十诸天中的月光天子天 月光太子便是我的弟子 佛法高深 秦牧 明星和摩元向那个月光太子看去 只见此人戴发修行 一身衣裳洁白圣血 头腕发迹 腰配宝剑 脑后一轮明月 微微晃动便有皎洁月光 向前方照耀而来 光明一片 明星和尚向秦牧道 这位月光太子 与战空师兄变法 说了一大堆的佛经 战空师兄说了一个字 他想了半赏 然后认输 不过月光太子的本事的确惊人 如来说 他已经炼剑成光 化作脑后的一轮明月 叫做明月见光 秦牧心中感激 知道明星和尚是在指点他 说明月光太子的本事 让他早有防备 扑通 明月和尚又跪在地上 向摩伦法王叩手 道法王是月光天子 想来大度 我战空师兄变法二十诸天 已经劳累了 弟子 想请秦居士代劳 多谢法王担待 摩伦法王皱眉 看向秦牧 帝师天王笑道 法王 既是如此 那就请下界的秦居士来代劳吧 月光太子的本事 继承了 你在天庭的绝学 实力同侪之中含有敌手 与这位秦居士论一论 也好让我们见一见 下界的神通道法 到了哪一步 摩伦法王指的点头 道 月光 不要伤了下界的贵客 月光太子欠身道 弟子领命 说吧 走向秦牧 淡然道 我在月光天子天 同辈之中 无敌于世 深感寂寞轻苦 所以进入天庭求学 在建天宫学建三年 说吧 一言不发 秦牧肃然起敬 道 我在残老村里学建 教我剑法的 是个没有四肢的糟老头子 我曾经 我没有去其他建天宫之类的学建 都是自己瞎琢磨 请 月光太子 导 下界毕竟难以见到大事面 我可以让你一招 秦牧一手在前持阳印 一手在后持阴阴 攻身一拜 阴阳翻天手的叠手使出 月光太子以为他要拜自己 安然受礼 突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月光太子被轰飞数十里 撞在一座大山上 撞出一个深深的大洞 秦牧阴手翻为阳手 阳手翻为阴手 瞬息间连翻十多次 二三十道阴阳翻天手连连轰去 那座大山被硬生生打出一片悬崖峭壁 秦牧收手 等了片刻 无奈道 法王 你还有没有其他太子 第618章 大泛天王佛 弥陀寺凉风袭袭 山顶的诸佛 看向远处那片被打出的悬崖峭壁 魔伦法王原本想要抬手阻止 战斗便已经结束 秦牧双手连翻 阴阳翻天手的速度太快 让他刚刚打算干涉秦牧 便已经助手 值得放下手来 其他诸天的佛祖露出诧异之色 收回目光 向秦牧看来 三祖人皇的阴阳翻天手 的确是逆天的神通 这种神通的爆发速度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秦牧刚才施展出来这种印法 当真是比翻书还要快 突然 数十里外的那片山崖崩塌 山崖裂开 巨石坠落 久久方才坠地 发出沉闷的声响 秦牧刚才打得太快太凶 那里先前是一个山头 结果被他生生打成峭壁 现在峭壁坍塌 是因为山石被秦牧的阴阳翻天手 打得酥软的缘故 不过 尽管山崖崩塌 月光太子却没有现身 明星和尚心中忐忑不安 在秦牧耳边摇耳根子道 秦师兄 你把人打死了 没死 秦牧低声道 我留守了 怕不好交代 他的修为实力极强 不比楼兰黄金宫的大尊弱 就是不如大尊机灵 所以 我用了八成力 没有把人打死 不过骨头断得七七八八了 这位月光太子 实力真的很强 让我不敢小觑天下英雄 他露出钦佩之色 明星和尚瞪大眼睛 八成力 不敢小觑天下英雄 秦教主谦虚起来 也能气死人不偿命 幸好月光太子昏死过去 否则便要气得魂飞魄散了 他却不知 秦牧真的是谦虚 并非是故作姿态 毕竟 秦牧骨子里骄傲无比 认定自己是霸体 对手能够匹敌他这个霸体 一定是背下苦功 不知花费了多长时间的苦修 才能修炼到这样的程度 对于这种对手 自然值得尊敬 至于别人怎么想 他就不那么关心了 反正他是这么想的 魔伦法王招了招手 几十里外的 那片山崖炸开 山崖中的月光太子 被打成重伤昏迷不醒 被他的法力拖着 栩栩向这边飞来 月光太子落地 魔伦法王检查一下伤势 面色微沉 秦居士不是打算较量剑法吗 为何施展的是硬法 这未免有偷袭之嫌 而且下手如此之狠毒 岂是我佛门的慈悲作风 秦牧看向明星 明星和尚慌忙道 秦师兄刚才用剑丸 便被人说是邪魔外道 因此不敢用剑丸 只能用硬法 佛祖 这硬法也是邪魔外道吗 魔伦法王不答 刚才秦牧用剑丸 是他说邪魔外道 然而月光太子 却要与秦牧比剑 这次秦牧用的印法 堂堂正正 阴阳翻天手一看 便是正宗的印法 倘若说成邪魔外道 那就有些落人笑柄了 不过他心中还是不顺畅 月光太子是他的后人 他后背中杰出人物 根本没有来得及 施展出自己的本领 便被秦牧打得措手不及 一路挨打 丢了他与天庭的脸面 月光的实力并不弱 就是因为预料错了 以为秦牧向他建立 没有抵挡 倘若月光太子在一开始 便打起十分精神 那么与秦牧目前 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两人鹿死水手 尚且难说 魔伦法王看向 其他诸天的佛祖 笑道 下界的佛门 虽然偏安易于 但佛法神通 却不曾落下 倒令人佩服 诸位师兄 他们是来求学求经的 不如便给了他 诸佛纷纷点头秤事 魔伦法王向秦牧等人笑道 我这月光天子天藏 有月光经卷 修炼的是真佛法门 月光经卷中 有佛经三千卷 你们带不走 便留在我弥陀寺 好生参悟百十年 领悟透彻后 传法下界 也算是我的一桩大功德 明星和尚脸色微变 三千卷佛经 百十年参悟 而且还是真佛的法门 摆明了是要软禁他们百十年 秦牧大咧咧道 我佛有地做经卷吗 传法便传真法 传经便传真经 等闲法门 我们大雷阴寺也有 摩伦法王面色微沉 冷笑道 你想去我月光经卷 好没有理说 我许给你佛法 没有向你收取分文的香火钱 便已经是慈悲 你却还挑三拣四 明星和尚捅了捅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魔元 魔元占空踏前一步 戏气罗蝉杖 哗啦啦作响 道 多 甲 少 真 摩伦法王心中一惊 以为他要与自己变法 细想他这四字含义 不禁头打三圈 鬼子母王佛咳嗽一声 道 法王 他们来求真经 给他们便是 摩伦法王冷笑道 他们是来取地做真经的 我哪里有 地做真经 地是天王佛也不曾拥有 只有大范天王佛那里 才有一卷 大范天王佛素来不问世事 几万年都难得路一次面 我来到佛界这么多年 也不曾见过大范天王佛的真身法像 更何况地做真经 我这月光经卷传给他们 分文不取 便已经是他们得了大便宜了 他说的却也是实情 让人无法反驳 天庭关注佛界已经有很多年 佛界虽然名义上归天庭管辖 但是佛界的至高无上的经典 大范天王佛经卷 天庭始终没有得到 其他诸天的经卷 天庭多多少少都已经弄到手 安插弟子进入各界成为佛子 修行佛法 这些诸天对于天庭来说都不是秘密 唯独大范天是个例外 大范天王佛路面积少 也不传经 魔缘战空变法 大范天的佛子 也是大范天王佛座下的 一尊古佛的弟子 与魔缘变法 这位佛子也不曾吸得真经 就在此时 只听一声佛号传来 一位比丘匆匆下界 落在弥陀寺 向诸佛见礼 道 诸位佛祖 大范天王佛传训 许各界佛子和下界佛子 进入大范天 老佛准备选其优者 传授真经 魔伦法王心中一经 随即露出喜色 天庭对大范天王佛的功法 已经觊予良久 一直没有机会弄到手 这次秦目 魔缘和明星前来求学 反倒是天庭得到 帝座真经的大好机会 天庭安插在佛界的势力 可不仅仅是他 诸天的诸多佛子中 竟伴是天庭下方的年轻才俊 进入佛界求学的 月光太子只是他的弟子 然而佛界二世诸天中的佛子 可是数不胜数 只要大范天王佛肯传法 肯定落不到下界的 这三个土鳖和尚居士手中 定会落到天庭之手 魔伦法王心情舒畅 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命个诸天的佛子们 一起前往大范天庭讲 诸位师兄以为如何 各个诸天的诸位佛祖 也是纷纷点头 大范天王佛传法 的确是万载难逢的好事 诸佛弟子前去求学 也可以让诸佛 对以一件佛法的至高绝选 魔伦法王卷起月光太子 身形隐秘虚空 消失不见 直奔大范天而去 其他诸佛也纷纷动身 回自己的诸天 带着佛子前往大范天 很快 弥陀寺便空了下来 我们该如何才能到达大范天 秦牧正在发愁 突然帝识天王佛落下法座 脉步走下来 这尊王佛光着脚丫 踩在地面上 却不染尘埃 脑后 有光运流转 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轻的僧人 生得眉清目秀 目光温润 打亮他们三人一眼 笑道 你们都修炼了我的拳法呢 秦牧三人连忙见礼 帝是天王佛所说的他的拳法 其实是雷音八世 秦牧从马爷那里 学到雷音八世 传给魔元战空 魔元战空学到之后 又遇到老如来 老如来觉得有缘 索性将完整的 如来大成经传授给他 而明星和尚 则是静明老和尚 传授的雷音八世 静明和尚 自己没有学完整 留有破绽 后来魔元战空 带着小雷音寺的众多妖僧 前往大雷音寺 一场变法 大雷音寺无人能及 明星和尚 闻讯赶来 与魔元变法 虽败犹容 马爷便将完整的 如来大成经传授给他 因此 他也得到了完整的传承 第十天王佛笑道 我也是来自下界 在大雷音寺成佛 你们与我也算有缘 我带你们去大凡天 他光洁的脚下 升起一朵莲花云彩 托起三人 冉冉升起 穿过苍茫云雾 龙蛇雷层 越升越高 又穿过一片世界 接着又是一片世界 秦目嘖嘖称奇 他直到现在才看出来 佛界二十诸天 竟然是围绕着一座 大的不可思议的山鸾所见 这座山漂浮在宇宙星空之中 山中有山 山中有海 有日月星辰 自成一界 有着自己的世界壁垒 而这一界 又被分为二十世界 二十座诸天 一层接着一层 每层都有日月星辰运行 每层皆有一座大陆 佛国伶俐 倘若没有帝氏天王佛 带着他们 想要攀到山顶 即便是秦目等人全力飞行 恐怕也需要数年之久 帝氏天王佛 带着他们 来到最顶层的大梵天 大梵天建立在这座 瑰丽奇山的山顶之上 又叫金顶 这里光芒万道 永恒白昼 无日夜之分 金光云层中 一座座山巒 崭露头角 金光万丈 神圣而肃穆 金光形成了许多佛法梵文 在空中不断流转 围绕着一座座山头 形成佛经奇景 他们来到这里 甚至听闻广大声音 洪亮如同钟鸣 不知道是佛法梵文的声音 还是众生念诵的声音 传到这里 魔元战空忍不住赞叹道 锅 蛮 秦目点头 赞道 的确像是刚开锅的玉米面大馒头 这金光 就像是热馒头冒出的腾腾热气 帝是天王佛哭笑不得 道 佛子这个比喻倒也贴切 那片山林 便是大范天王佛隐居之处 许多佛子都已经过去了 我送你们过去 他带着秦目等人 穿过层层的佛法经文 飞至金海的中心 落在一片山林中 这里极为雅静 一条条大道坦途 中央是一个看起来不大的寺院 数以百计的佛子 已经来到这里 而带着他们前来的诸佛 也纷纷散去佛陀意向 宛如一个个或苍老或年轻的僧人 显然对大范天王佛很是尊敬 这么多佛子 秦目心头一跳 难难道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大范天王佛 能按照大须的规矩来吗 明星和尚与魔缘都打个冷战 想起秦目从前的作为 慌忙摇头 明星连忙道 秦师兄 万万不能按照大须的规矩来 太血腥暴力了 这里 是佛门至高无上的圣地 不能乱来 好可惜 秦目嘀咕一声 倘若按照大须的规矩来 就简单了许多 咱们打过之后 便可以学到地做真经 现在怎样麻烦了 帝氏天王佛好奇道 什么是大须规矩 魔缘抬手 在自己脖子上 须须抹了一下 然后双手抓住自己的脖子 又做出拧断脖子的动作 第619章 第三只眼 开 帝氏天王佛终于明白过来 似笑非笑道 胡闹 大须是满野之地 这里是佛界 诸佛岂能容忍你大开杀戒 魔缘露出失望之色 他虽然开了灵智 虽然是佛子 被赞为佛法造诣高深莫测 虽然被誉为变才无碍 但是他毕竟是大须的生灵 大须的生灵 很多都是与秦目一样 生来野性难逊 胸腔中有一种狂野奔放的豪情 即便是秦目在颜康生活了那么久 也还是怀念过去无拘无束的日子 更何况魔缘 帝氏天王佛眨眨眼睛 笑道 虽说不容许大开杀戒 但倘若别人要杀你 你措手反杀 这也是无可奈何 值得谅解 就算追究起来 也会有人为你们撑腰 秦目眨眨眼睛 好奇道 不知道 这位给我们撑腰的人是谁 帝氏天王佛脑后的佛光突然灭掉 变得昏暗 眨眨眼睛道 自然会有人撑腰 所以你们不要怕 而且 我也想见一见大范天王佛的功法 难得这次机会 我也要混到佛子里面去 说不定能够见到大范天王 我没有收弟子 所以只能亲自上阵 这位佛祖 穿着一袭黄色的长袍 身材匀衬 因此 长袍显得很是宽松 垂到脚面 又总喜欢光着脚 此刻灭掉了佛光 与秦目等人站在一起 仿佛也是一位佛子 不太像是佛界的 仅次于大范天王佛的人物 王佛也要争 明星和尚错 心中富匪道 你跑过来争的话 谁还能争得过你 秦目狐疑 上下打量这位身材云长的佛祖 心道 这么淘气的佛祖 我倒是第一次见 其他佛祖哪个不是稳重无比 他怎么这么跳脱 与我一样的性子 秦目敲声道 明星 这位佛祖是什么来头 明星和尚摇头 大雷音寺的经典 我差不多看完了 但没有这位佛祖的多少记载 秦目眨眨眼睛 笑道 王佛 你是才说 有人会为我们撑腰 莫非这个人便是王佛 帝氏天王佛眨眨眼睛 我没说过 秦目眨眼道 出家人不打狂语 帝氏天王佛眨眼道 我是佛 我不出家 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我家 又何必出家 两人对视眨眼 过了片刻 各自扭过头 不去看对方 明星和尚心中 坠坠不安 秦师兄与王佛对视 胆子真大 回头 一定要教教他死字 有几种邪法 酸 摩元战空 巧声问秦目 秦目点头 刚才眼泪都眨出来了 而帝氏天王佛 还是没有透露半点底 口风很紧 帝氏天王佛也在那里揉眼 估计是眼睛眨的次数太多 也有些不太好受 秦目心中疑惑 帝氏天王佛行为举止 不像是佛祖 他有着很强的好奇心 而且 处世也有些人味 然而 他却是佛界帝氏天的佛 仅次于大范天王佛的存在 他不像是天庭的人 倘若是天庭的人 肯定不会给秦目他们好脸色 而帝氏天王佛 却似乎对秦目他们颇有好感 而且点名 有人会帮助他们 正在此时 前方的破败寺院中 走出一个年轻比丘 道 哪位是从阎波罗王天 一路变到大范天的师兄 摩元战空大步走出 声音如雷 我 那比丘仰头看去 摩元如同一座黑塔 令人敬畏 连忙道 师兄 老夫说 你通过考验了 请你进去 请随我来 摩元战空回头 看了看秦目和明星 秦目笑道 你先进去便是 我待会去找你 好 摩元跟着那个比丘 大步走入破败寺院 过了片刻 那个比丘 又从寺院里走出来 四下里看了看 只见佛界诸天的佛子 数以百计 人山人海 旁边还跟着一尊尊大佛 显然都是来争大饭 天王佛传法传功的 那比丘为难道 老佛说 你们来得太多了 最多只能再进去两人 你们商议商议 看看谁进去 大便才天王佛连忙道 老佛是否说过 通过什么考核 才能进入寺庙听讲 那比丘摇头道 老佛没说 你们自己想法子 所以你们怎么折腾便是 来自诸天的诸佛 各自沉吟 聚在一起商议 秦目看了看身边的 帝氏天王佛 道 王佛 你识才说你 也是来自大雷音寺 敢问你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金柳叶摘了下来 秦目吓了一跳 伸手便要夺回来 帝氏天王佛是怎么出手的 他根本没有看到 不过金柳叶极为重要 万万不能有事 帝氏天王佛笑道 原来是个封印 你的这枚树眼很强 为何要封印住 秦目伸出手 黑着脸道 我这枚树眼太强 只要我催动功法 便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我怕伤了人 所以才封印住 你把金柳叶还我 不还 帝氏天王佛笑道 我想看看你的全部实力 倘若还你 你贴在眼睛上 那就没去了 再说 谁告诉你 这柳叶贴在眼睛上 便能封印住你 你试过吗 秦目探手去抢 帝氏天王佛急忙躲避 两人争了一番 秦目怒道 待会惹出事 便全赖你 有屎盆子 也要全部扣在你的光头上 明星打得哆嗦 颤声道 秦师兄 死字有好几种写法 我教你如何写 抱你很快学会 秦目无法抢回金柳叶 只得作罢 他向诸佛看去 只见那些佛祖还在商议 而几百位佛子 则在那里静静等候 不由目光闪动 帝声道 我有一个主意 可以将两个名额 都纳入手中 帝氏天王佛府长笑道 我知道了 你是打算 趁着这些佛祖商议的时候 一举冲进去对不对 秦目看了看他 心之不妙 立刻迈开脚步 向那座破败寺庙呼啸冲去 然而已经晚了 帝氏天王佛先踏一步 身躯化作一道流光 在秦目之前一举冲入庙门 砰的一声将大门封住 把秦目关在门外 笑道 秦小友 多谢你提醒 我进来了 坐在庙门旁边的那个比丘 懒洋洋道 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诸多佛子和佛陀 被秦目和帝氏天王佛惊动 纷纷看来 待听到只剩下一个名额 顿时坐不住了 谁进去了 摩伦法王脸色大变 急忙问道 其他佛陀也是一脸茫然 不知道谁竟然如此钻营 趁着他们商议比试办法的时候 冲入寺庙中 夺得一个名额 明星和尚站在原地 还未回过神来 便见秦目和帝氏天王佛冲了过去 等到两人冲到庙门前 他才回过神来 而在此时胜负一分 帝氏天王佛将秦目关在门外 原来秦师兄说的是 这个法子 他醒悟过来 真是个好主意 只是王佛 为何将秦师兄关在外面 大家一起进去不好吗 秦目站在庙门前 高声道 帝氏天王 你进去可以 把我的金柳叶还我 没有金柳叶 我控制不住我的力量 会惹出大祸事 初老师 你能兜得住吗 兜得住 庙里 帝氏天王佛的声音渐渐远去 你放心 把屎盆子扣在我的光头上 秦目大怒 正要说话 明星和尚面色如土 颤声道 秦师兄 死字的几种邪法 你真的不想了解一下吗 秦目常常吸了口气 转过身来 脸上怒意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纯真无邪的笑容 看向一个个面色 有些难看的佛界诸多佛子 笑道 诸位师兄 我这里有一粒好大颗的舍利子 你们要见识见识吗 他取出剑丸 剑丸浮空 飞速旋转 秦目朗声道 还请诸位师兄给个薄面 将这最后一个名额让给我 秦某感激不尽 话虽如此说 但是秦目心中还是有些迟疑 他从未试过 在开启第三只眼的情况下 催动霸体三丹弓 四婆婆 瞎子告诉过他 他只能在封住第三只眼的情况下 才能毫无顾忌地催动功法 倘若第三只眼开启 这时催动霸体三丹弓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心中也没有一点底 不管了 马爷对我最好最严肃 他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看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能明白 他是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养大 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父爱 秦目咬牙 霸体三丹弓徐催动 衣梅与发丝慢慢地飘了起来 马爷要的东西 无论如何 我都要帮他拿到手 管他是神是魔 只要阻止我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他的眉心 霸体三丹弓运行到第三只眼 这只眼睛极为妖异妖邪 眼帘栩栩向两旁张开 眼中的阵法纹理构造 顿时缓缓运转 秦目放眼看去 所有人 哪怕是佛陀在他的眼睛 注视下 神藏也是清晰无比 先毫必现 他像是掌控生死的黑暗神奇 注视着自己的猎物 似乎连空气中 也弥漫着血腥和肃杀 他心中突然生出一种 桀骜的豪气 不急不徐道 诸君退下 倘若上前来 生死不论 第620章 杀心难止 破败寺庙中 帝氏天王佛光着脚丫 闲听信步 东走走西逛逛 丝毫不急于 寻到大犯天王佛 师殿 你又想捅出什么乱子 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帝氏天王佛转过身来 只见一个扫地僧 正在扫他走过的脚印 帝氏天王佛笑道 我走路不染尘埃 如我的人一般 行迹无够 没有留下脚印 师兄何必轻扫 那扫地僧道 你人未曾留下脚印 但是你的心留下了印记 我在扫你心上的尘埃 帝氏天王佛道 你说我心脏 你骂我 我打不过你 不与你计较 赶紧把你的功法传给我 我学会了 拍拍屁股便走 省得烦你 缩缩的扫地声传来 帝氏天王佛寻声看去 只见西门又走进来 一个扫地僧 低头扫地 道 你总是想要我的功法 我之所以不传你 你还看不出来原因吗 师弟 我不传你 所以你变成了 尔经的帝氏天王佛 佛界仅次于我 你的功法 也到达灵霄的层次 我传了你 你未必有现在的成就 帝氏天王佛盯着这个 突然出现的扫地僧 道 我现在上不去了 修炼不到地座的层次 所以来问你 讨要地座真经研究研究 你说谁进来便传谁 我进来了 你传给我 我就不打扰你亲近了 他身后又有 缩缩的扫地声传来 帝氏天王佛转过身 只见又有一个扫地僧扫地走来 现在这个院子里 已经有三个扫地僧了 他法眼无双 去看这三个扫地僧 竟然每一个扫地僧的模样 都不一样 然而每一个人 都是大饭天王佛 而且是真正的大饭天王佛 这些大饭天王佛形 不似而神似 他与大饭天王佛 仅有一个境界之差 然而他已经 看不懂大饭天王佛了 一个境界 如同天谦一般 大饭天王佛 显得深不可测 而他则有些浅薄 那扫地僧扫着地走来 头也不抬到 佛界中能够超过你的 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了 你应该能够看出来 秦家的孩子 那只眼睛下有古怪 秦家的孩子 我在梦中游历幽多 时见过他 他正在吞噬幽多的鬼神 我观望一番 他连我都想吞吃 是世间罪恶罪凶之人 吐蕃封印他的时候 我也在 我也曾去大序看过他 见证他从一个 被吐蕃封印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的凡人 慢慢成长 见证他从繁体到霸体 你这时候 将他的金柳叶接下来 只怕会造成很大杀念 帝氏天王佛不想听他多说 镜子向前走去 摇头道 你应当也知道 最近些年 天庭在佛界 安插下来的人手 越来越多 从前 天庭安排的 是修为有成的佛 多少还讲些脸面 而现在安插进来的 则是年轻一辈的俊杰 这些年轻佛子 不修佛法 只修神通 将来他们修为道了 这佛界便名存实亡 我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诸佛 将来被灭道统 纠占雀巢 将来天庭血洗诸佛 佛界无佛 你束手待毙 我却不甘心道统灭绝 他走了几步 前方又一个扫地僧人 正在等他 帝氏天王佛视而不见 镜子走过去 继续 秦家孩子进入佛界 正是一次大好机会 我们可以借他之手 将天庭安插进来的眼线 和年轻一辈 一举八出 你有莫大智慧 自然可以看出我的想法 他没走几步 路边便有一个扫地僧 一段话的功夫 便经过了十多个扫地僧 前方 道路左侧一个扫地僧 抬起头来 主着扫帚道 你借秦家子之手 灭掉天庭安插进来的人手 这一手固然是妙 但也会给我佛界 带来许多变数 天庭追究下来 必然会追究到你的头上 是才秦家子在外面说 使盆子都要扣在你的头上 这使盆子 你未必能顶得住 你还是忘不掉过去 忘掉过去 过去便不存在吗 帝氏天王佛继续前行 沈肖道 你境界高 忘记过去 以为过去是虚妄 而我却将过去记得清清楚楚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佛见 我学会你的功法 使盆子落下来 之前我便走 前方道路右侧 又有一个扫地僧抬起头来 道 那么秦家子呢 我于大梦中游历 看他成长 我知道他有多努力 才能在吐蕃的封印下突破 从不可能修炼的人 一步步走到现在 你却要将他推到台前 你会带给他很多凶险 师兄 我想站在台前 然而却没有人推我到台前 帝氏天王佛反问道 那么你说 你有更好的办法 保存祝福的道统吗 他前方 又有一个扫地僧抬起头 没有 前方的道路是一条直线 无穷无尽 望不到尽头 道路两边 竟然都是一个个手持 扫帚扫地的老僧人 数不胜数 也望不到尽头 这些扫地僧的面孔 竟然各不相同 没有一个重复 帝氏天王佛木然地向前走去 道 不管你是想争还是不想争 就算你是四大皆空 别人认为你有威胁 还是想要灭掉你 不但要灭掉你的弟子 你的成就 你的性命 你的道统 还要让你身败名裂 将你踩在脚下 永世不得翻身 既然如此 为何不争 师兄 你可以在这里大梦千秋 我不可以 功法 你传不传 他的声音震龙发聩 但是声音却没有传递到寺庙外 只在这个寺庙中流转 一声悠悠地叹息传来 前方的道路和道路上扫地僧 渐渐变得模糊 相继消失不见 我传 帝氏天露出笑容 我传过之后 你自己想办法离开佛界 免得死于此地 帝氏天肃然 双手合十 拜道 多谢师兄 大犯天王佛的声音传来 对于秦家子 你还要补偿他 他为了你当了很大的危险 除此之外 使盆子 你自己扣在自己脑袋上 承蒙刺教 帝氏天王佛迟疑一下 道 敢问师兄 使盆子有多大 比你想象的要大 破败的寺庙外 秦目额头第三只眼 半睁半闭 有了这只眼睛 他体内的神道神藏 和魔道神藏 竟然出奇地和谐 渐渐同意起来 从前 他只能动用单一的神藏 倘若动用神道神藏 魔道神藏便必须要闭合 倘若动用魔道神藏 神道神藏便必须闭合 两种神藏一起动用 便会神魔冲突 元气有着各种种类 神元 魔元 妖元 龙元 凤元 佛元 道元 倘若细分的话 种类更多 比如颜康国的四大灵体 便可以分为四大类 每一类又有不同的小类别 神元和魔元 是两个对立的类别 彼此水火不容 神道属性的元气 遇到魔道属性的元气 便会相互泯灭 而现在 秦目开启了这只眼睛 竟然做到了神魔统一 寺庙外 诸佛各自沉吟 突然言摩罗王佛笑道 见空佛子 我们不争了 见空佛子微微一正 躬身道 领我佛法旨 说吧 退了下来 缩解龙王佛也换来自己的弟子 道 今日不争 其他诸天佛祖 也纷纷换来自己的弟子 表示不争 笑道 我佛四大皆空 不争是争 今日便让与他 由其他人去争 诸多佛子虽然心中纳闷 但都一言回来 各自回到佛祖身边示力 这些佛祖旨 换来佛界的弟子 留下来的诸多佛子 却都是天庭派来 进入佛界求学的年轻才俊 也有天庭的佛收的弟子 一个个跃跃于世 摩伦法王笑道 诸位师兄大赌 不过大饭天王佛的地做真经 岂能不娶 若是不娶 岂不是便宜了外人 又有一尊佛陀笑道 确实是这个道理 又有几尊佛陀附和道 两位师兄说的在里 不能把佛法这么便宜的给了外人 摩伦法王呵呵笑道 他誓才以佛法为月光太子疗伤 月光太子的伤势 已经基本痊愈 目光热烈 向秦木看去 战意熊熊 沉声道 秦居士偷袭弟子 弟子很想再与他较量一场 摩伦法王笑道 人家说生死不论 你若是只想着胜负 不想着生死 我怕你在吃亏 月光太子心中凛然 摩伦法王又看向其他佛子 笑道 尔等都是诸佛传人 当知道此次只论生死 不论胜败 也不必讲究佛法纠葛 日光太子 摩羯太子 婆龙公主 浮云太子 你们都明白吗 他说的这几人 便是天庭在佛界建立的佛国的太子和公主 佛界佛国灵力 很多都已经是天庭的势力 而这几位太子和公主 便是其中年轻一辈的翘楚 不但跟随诸佛修行 而且还时不时进入天庭 修行更高深的功法绝学 众人纷纷乘事 日光太子笑道 月光师兄的本事不比我弱 想来齐开得胜 修兄在这里看人头滚落便是 月光太子月重上前 脑后明月一轮 那是他的剑气剑光 月光照耀之处 月华满天 剑光漫天 端帝是厉害非常 别说在下剑 即便是在佛界诸天中 也难得见到这样精妙的剑法剑绝 月光太子看向秦木 目光闪动 你偷袭我 差点要我性命 而今我有了防备 便要降妖除魔 他的脑后 明月如轮 剑光如同一条大光柱翁的一声 向秦木冲去 与此同时 那轮明月中 一道道光芒向四面八方照去 那些都是剑光 竟然在空中折向 显然是已经准备好 断了秦木的退路 他的剑法大气磅礴 堪称一绝 月华满天 剑光营销五 与余渊出与余渊出云的 落日剑法相比 多了许多精妙和禅意 秦木三目张开 伸手一指 剑完窿的一声震动 一道粗大剑柱 从剑完中爆发 那是单纯的绕剑式 八千飞剑环绕飞行 虽然使的是同一招 但每一口剑的形态 各不相同 剑柱粗达三尺 长十八丈 荡剑一扫 漫天月光破碎 我不出全裂 你还以为我真的打不思念 秦木踏前一步 霸体三丹弓爆发 祖龙八音传出八种异响 剑指刺出 剑柱佩然穿透月光太子脑后的明月之中 八千口剑旋转 那轮明月轰然破碎 剑柱向下一压 月光太子粉身碎骨 明星和尚吓了一跳 缩了缩脑袋 秦教主又杀人了 这次糟了 真不知如来为何要派他来 这种事 我合不了 秦木桓是一周 目光从几百位佛子身上扫过 抬手抓住剑丸 淡然道 我杀星一起 便难自治 心中磨念涌动 便有杀戮之心 诸位道友 你们可以一起上 来压赴我心中之魔 成全你们的功德